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9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最近 国际社会认为习近平对西方态度变得缓和 双方有可能再续前好 美国国会议员提醒说 希望中国经济困境能令中共变得更加愿意接受和解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饥渴本质和历史教训的严重误读 11月28日 周二 美国国会众议院特赦委员会对中共委员会主席 联邦众议员迈克尔·加拉格尔投书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经济现在是出了问题 已经有许多的评论家质疑 中国是否已达到了顶峰 他说 在遭遇人口减少和自我毁灭性的经济政策后 中国经济曾经强大的引擎已经减弱 或许是永久性减弱 但是中国经济变差并不意味着 中共就会变好 中共就不会引爆冲突 建设一流军队收复台湾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公开宣称的首要任务之一 连五角大楼最近发布的中共军力年度报告也明确指出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但北京至少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可以支持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 经济困境实际上可能是中共战略的一个特点 而不是一个缺陷 加拉格尔说 他们认为美国软弱不肯吃苦 他指出 高失业率经济停滞和民众的不满是共产党面临的生存挑战 但中共反而可能借入侵台湾来有效分散国内的注意力 根据这位退伍军事分析师的研判 即使中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 习也可能还会打赌西方社会 会首先屈服 加拉格尔举例说 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尽管遭受了牺牲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中国人掌握在中共手中 如果以历史为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内经济面临挑战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入侵乌克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日本帝国 昭和大萧条 并没有削弱日本的对外野心 过去两年 中共军队对美军进行了180多次 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拦截 美中军队距离致命碰撞 甚至只有几英尺之遥 同时 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也在日益升级 包括中共军机前所未有的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 不能把和平压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上 而必须竭尽全力威慑中共 防止冲突发生 以免为时已晚 加勒格尔写道 他提醒拜登总统说 中国共产党最近的行为跟白宫的假设是矛盾的 希望北京的经济困境使其变得更加愿意接受和解 他说 但这种假设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 饥渴本质和历史教训的严重误读 据国际媒体报道 截至11月28日周二 在以哈修战协议下已有69名人质获释 只要哈马斯继续释放人质 停火就可以继续 但人质完全被释放可能很困难 因为大约有40名妇女和儿童失踪 可能被更恐怖的组织控制 人质谈判的调解人 卡塔尔首相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哈马斯称无法找到大约40名妇女和儿童 几名人质谈判专家 在接受Business Insider的采访时 讨论了人质在加沙失踪的几种可能 资深人质谈判代表联合国前反恐顾问 斯科特·沃克指出 战争导致的混乱可能是人质失踪的原因 必须认识到加沙实质是一个战区 存在很多混乱 他说 在战斗期间 加沙互联网和电话连接的崩溃 加上以色列杀害了一些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可能导致哈马斯失去了对人质的控制 一些专家表示 哈马斯可能不知道一些人质的下落 因为他们被敌对组织扣押 这些组织可能不想与以色列达成协议 美国企业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布莱恩卡特说 哈马斯可能不知道被阿克萨列势旅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站组织和其他较小团体 扣押的人质的下落 哈马斯的敌对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站组织 曾在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 该组织扣押了30多名人质 约占人质总数的1% 约华尔街日报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站组织提的要求比哈马斯大得多 他们称 在所有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之前 他们不会释放人质 非盈利组织反极端主义项目的高级主管 辛德勒告诉Business Insider 像巴勒斯坦伊斯兰圣站组织这样的组织 可能会利用人质来谋取利益 哈马斯无法直接命令让他们交出人质 特别是在这些人都知道 这些人质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支持 辛德勒表示 哈马斯不仅在于以色列谈判 而且还在巴勒斯坦内部谈判 以从其他组织手中得到人质 他补充说 这是他见过最复杂的人质局势 不仅在于人质的数量 还因为扣押人质的团体数量众多 而这些团体不听命于哈马斯 辛德勒表示 人质实际上总是有可能从他们被关押的地方逃脱 他说 并提到了或是以色列人质 罗尼克里沃伊的案例 据说他在被扣押的建筑遭到轰炸后 短暂逃脱了绑架者 辛德勒表示 虽然有些人可能已经死亡 但哈马斯可能会寻求将死亡归咎于以色列的轰炸 安全咨询集团Gloyalty Factory的首席执行官布里格斯 则对哈马斯称 找不到人质的说法 表示怀疑 哈马斯可能会声称没有扣留人质 以争取更多休战时间 从一开始释放人质的方式 就经过精心的策划 一点一点的拖几天 这肯定不是以色列首选的做法 他不冲道 所以在我看来 哈马斯绝对是为了争取时间 曾为以色列政府提供反恐建议的赖赫曼大学的校长加诺教授 同意哈马斯在争取时间的论点 说他们不知道的整个过程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拖延 他说加诺列举了哈马斯这样做的两个可能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拖延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 削弱盟友对以色列的支持 据报道 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人民币13亿元 这笔捐赠刷新武汉大学建校以来的单笔最大捐赠额 也是全中国的大学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 据武汉大学官网29日上午 武汉大学1987级计算机校友小米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母校捐赠13亿元 雷军表示这次捐赠主要聚销三个方向 包括支持数理化文史哲六大学科基础研究 支持计算机领域科技创新 支持大学生培养 雷军毕业六年后的1997年就开始向母校捐赠 在武汉大学设立腾飞奖学金 此后雷军先后向母校捐赠设立武汉大学雷军奖学金 雷军科技楼抗击新冠肺炎基金等多个捐赠项目 2016年10月20日雷军捐赠支持武汉大学建设 人工智慧教学科研大楼 今年6月20日大楼启用 雷军表示他在30年前与武汉大学求学时 曾经收到一笔2000元的巨款 这是当时最高额度奖学金 就在内心默默发誓将来要以十倍百倍万倍奉还 此外因为当时在武汉大学最好的教学楼 义夫楼上课时感到特别幸福 所以许燕也要向武汉大学捐赠一栋楼 他说从26年前首次向母校捐赠开始的还愿之旅 今天终于达成了心愿 他说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捐赠 支持我大在未来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让中国出现更多优秀的学者 工程师 科学家和科技创业者 中国经济环境恶化富裕阶层 正在将资金转移到国外 有的透过在海外购买公寓 有的购买金条或者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 今年已有数千亿美元资金悄悄转移到中国境外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结束了严酷的清零措施后 中国富人借出国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 将资金转移到境外 比如在日本等地购买公寓 将资金转移到美国和欧洲的银行 这些银行的利率高于中国 购买海外物业 股票和保险等等 报道指 东京房地产线上服务商 神居庙算执行长赵杰称 中国人已成为东京300万美元以上 豪华公寓的主要买家 并经常用现金付款 赵杰说 清点这么多现金真的很累 他还透露 疫情前 中国买家通常在东京购买 33万美元以下的小套房型来出租 现在他们正在购买更大房子 取得投资签证以便取家移民海外 为了照顾中共的严格管制 中国富人还会把金条以及大量外币 分装在行李中随身带出国门 另一个中国富人把资金移出中国的办法 就是到香港的银行开户 然后将钱汇入该账户 购买类似银行存款证的保险产品 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数据 今年上半年前往香港的中国民众 购买新保单的费用 较2019年同期高出了21.3% 而在疫情期间这类保险销售几乎消失 根据报道 今年每月有5000亿美元资金流出 中国其中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家庭和民营企业 意味着今年前10个月 中国可能有高达50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